短說 在1997年 也是25年前 香港人相信中共保證 他們50年不變的承諾 結果呢 在2021年 等一下電影中大家會看到 香港的年輕人 是必須要如何的用他們的身體 用他們的血淚 來爭取 已經流失到 只剩下一點點的自由 那我個人呢 是一個非常非常熱愛自由的人 這一點從我今天 還特別穿了自由之意 來到現場 就可以看到 那我希望通過這部電影 把我們對自由的熱愛 再傳遞給所有的觀眾 也希望大家 帶著你今天在電影裡面 感受到所有情緒 回去再把它傳遞給你身邊所有的人 因為我相信 唯有台灣人 真正的都熱愛自由 我們才能夠一起 在這個民主的社會 民主的國家 共同守護這一份得來不易 而且隨時有可能會被奪走的自由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